如果妳離開我 我也沒話說 都是我的錯 愛妳卻不敢說 我的愛那麼多 如今卻又失落 多少次想要說 怕換來冷漠 為什麼 為什麼 愛總是迷惑我 曾經能學我 無法掙脫 只要妳一起等我 我願去漂過 既然沒有結果 也算曾經愛過 女神 無法掙脫 冰冰 冰冰 妈妈把药吃完了 乖不乖? 乖 那冰冰也要听妈妈的话 到学校去练书 阿郎 拜托你带冰冰去上学 我现在不要上学 为什么? 我要等妈妈病好了 再追上学 金婆婆 敬爷爷 乖 小心点 让开 让开 敬爷爷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锅热滚滚的人参鸡汤 是你乌奶奶特意炖给你妈妈补身子吃的 要不然她会生气 来 素云 趁热吃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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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姐, 你准备一下, 等下这就知道X光了 医生, 怎么样? 蔡小姐肝, 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不过是看了癌吧 吴先生, 你先不要急 在还没有进一步检查, 确定病情之前 谁都不要忘家猜测 这样对你跟蔡小姐都不好 阿郎, 你上哪里去了? 我上洗手间 彬彬呢? 金爷爷带他去买冰淇淋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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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你不在醫院陪素雲跑回來幹什麼? 我回來找媽談點事情 我忙得很,怎麼有空呢? 你在忙什麼? 我在跟素雲弄吃的 我又去抓了兩副補藥 一副補氣,一副補血 待會兒還要去買豬心,還買土雞 怎麼有空呢? 媽,金伯伯送去的人生雞湯 素雲還沒有吃完呢? 這怎麼幹呢? 素雲也吃得太慢了 我待會兒到醫院,要逼素雲吃 媽,你能不能休息一下,聽我說一句話 你說吧 我準備儘管和素雲結婚 你今天氣色不錯 身體覺得舒服多了吧 大夫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很快 不過,我們還是要為你做個檢查 我已經很好了 這只是穿刺的小手術 你別緊張啊 什麼是穿刺? 因為你的肝不太好 不會是肝癌吧 嘿,不要亂猜 這只是例行的檢查 如果沒有事,你就可以盡快回家了 鄭美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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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美麗不在啊 作業竟在啊 對了 我正好有急事要找你 什麼事啊 看你這麼緊張 是不是素雲已經 你胡說什麼嘛 素雲在醫院 一切都很好 你不要堵捉她 那有什麼事讓你這麼緊張啊 我今天在路上 遇見一個老朋友 她得了肝癌 唉唷 這個病很討厭啊 我外公就是得了這個病才走的啊 當初你外公看了是中醫還是西醫 通通都有啊 不管是中醫啊西醫啊 我都找過啦 我記得別人說過 有一種偏方 好像可以醫好這種病 對啊 那你知道這種偏方嗎 我不知道 我可以打聽得到啊 那你趕快幫我打聽一下 好不好 幹嘛那麼急啊 又不是你的什麼人 救人如救火 不管是誰 主要能救活一個人 就是做一件善事耶 可是我聽說那種藥很貴啊 普通人吃不起啊 他們說啊 吃一個月就要差不多三十萬了 而且要吃到病好 不知道要吃多久啊 不管啊 你先去幫我要到偏方再說 錢的事情 再想辦法 唉 看你急得這個樣子 一定是你的什麼人齁 不要再胡說了 快去啊 在啊 你 permettre 什麼 挺 什麼 膊感 打不擁了 第一呢 當時突然有的關係。 有的,我來進入房間。 因為,我一定不會贏的。 希望你也對我會選擇。 這時候我會選擇裡面。 我願意選擇。 我會選擇, 並非不選擇。 那就是我而言。 我女兒的。 我和他們一位, 我和我太太。 不,我想不要查到書營 我們也在外面見面,好嗎? 你說什麼地方,我馬上過來 好,一會兒見 怎麼辦?我該怎麼開口 蔡先生 阿朗,別人跟我說客道話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絕不能夠給我客氣 要不然我會生氣的 蔡先生 阿朗,你告訴我,你有什麼事嗎? 我...我想向蔡先生...借錢 好,要多少 阿朗,我先給你兩百萬,夠不夠? 用不了那麼多 你可以放在身邊慢慢的用 不,我真的不能拿那麼多 那,你到底要多少 我...目前,我還不知道自己要用多少錢 那我怎麼給你呢? 蔡先生既然答應幫我這個忙 等我要用的時候,再找蔡先生,好不好? 好啊 蔡先生 實在很不好意思 照理說,我不應該向你借錢 可是,我真的有極用 阿朗,我答應借你錢 甚至是想幫你的忙 我可不願意在你心裡面 有這麼重的負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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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來的 請問你找我舅舅有什麼事嗎? 我 阿朗,你儘管說沒有關係 我可以代表我舅舅 你是不是需要錢用? 我不需要錢 不能馬雅 快捐,阿朗 他竟然去問我,我為inity Gentlemen 招呼 只是有點輕微的刺痛 你好好休息,不要有太激烈的移動,知道嗎?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知道檢查的結果 檢驗報告送來以後,大夫就會告訴你 小姐,不管結果如何 我希望不要讓別人知道 你想的太多了,安心的休息吧 我真的不想讓別人知道 好吧,我會幫你意思轉告大夫 剛才,我好像聽大夫說 我患的是什麼良性的 這個問題等大夫來,你再問他好了 蘇伊 哈朗,你忙好了 剛才我叫左王,遇見了真大夫 他還沒說什麼? 沒有啊 你騙我,他一定告訴你,我得了 鄭大夫說你,廢戶得很快 試不定,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 他呢? 他沒說什麼 他回家去了 他一個能回去啊 靖怡剛才來把她帶回去的 蘇芸,我剛回去找過我媽 我媽要我們兩個趕快結婚 蘇芸,你不高興啊? 我當然高興啊 只是我想躺在病床上 不適合談這件事 阿朗,你下次回家的時候 麻煩你告訴伯母,說我很高興 可是,等我身體好了以後 我們再等你結婚的事情,好不好? 等你病好了,我們再決定結婚人初期 我們再次去 冰冰啊,你在笑什麼啊? 你昨天晚上沒有睡覺,現在又不肯休息 萬一累出病來,你媽媽會心疼的喔 好嘛,幫我睡媽媽的床 好,那你過去吧 好,那你過去吧 好,害我媽媽找不到她 經過這一次以後啊 阿朗叔叔就不會再亂跑了 你放心的睡 以後啊,阿朗叔叔會賺好多好多的錢給你們喔 然後啊,再在山上蓋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冰冰啊,你以後跟你媽媽每天就可以很高興的等阿朗叔叔下班 從此以後啊,你們就可以過著很愉快,很幸福的日子了 從此以後啊,你們就可以過著很愉快,很幸福的日子了 真的,我們不會過著很久 你不死人 但是知道,我們不會過兒子 我沒有過兒子 你不死人 說我們沒過兒子 我不死人 要過兒子 你不死人 你先來過兒子 你再過兒子 我再給你十萬塊錢拿到牢裡邊去零用 真的? 當然是真的了 那…那我就可以放心的去關了 媽 爸怎麼還沒回來 不知道啊,我真打電話給他呢 奇怪 爸爸一定知道我有事情要跟他說 才故意不回來 你怎麼這麼說話呢 你要跟你爸爸說什麼 我要跟家榮去公正結婚 你說什麼 媽 我再想考慮 如果今天晚上爸還不答應我跟家榮結婚 我就自己帶家榮去公正結婚 你想都不要想 你完全沒有任何人 你別說我 不想去 你問我 你不會不會 你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 你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 我不會 我已經去找過他了 沒有用 你再去治療癌症等 弄不好還要賠掉一條命 我一生的辛苦經營全毀了 你說我能不恨這些流氓嗎 你居然還要跟這種流氓的女兒結婚 小副叔叔 小副叔叔,你為什麼在哭 沒有啊 家家,有什麼事? 我偷偷溜出來的 剛才林大哥打電話給姐姐 可是,姐姐還是不接電話 對,家庸有志氣 可是林大哥說他要跟姐姐公正結婚 我已經拒絕他了 除非他父親答應 讓他們公公正正的結婚 林大哥說他爸爸最近被一個流氓 吃了五千萬 更不會答應這件事 那個流氓是誰啊 他說叫...叫什麼虎的耶 是不是餵虎? 民主的聶養 他一定不會有少女兒 在盡采的事 這樣就死了 那要是你 那我倒要聽聽你的理在何處 你用不正當的手段 騙取林偉辰五千萬的貨品 什麼叫不正當 他們交貨 我們交錢 對啊 我開了五千萬的支票給他 你們擺明的是空頭支票 人家不肯收 你們用強硬的手段逼他收 那張五千萬的支票 還不如一張草紙 你敢藐視我 把梁祖祖走 是 我不走 今天不把事情弄清楚 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走 你們打開來沒有 去 你打狗了 打狗了吗 不过阿尔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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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我是來找你的,佳佳,你怎麼一聲不吭就到小副叔叔這裡來呢? 我,我出門的時候,我以為姐也在房裡休息,我怕吵姐姐嘛 可是你出來這麼久不回去,難道你就不怕我擔心嗎?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小副叔叔呢? 你說啊,小副叔叔到底上哪去了? 他出去辦事了 你來的時候,小副叔叔在不在? 在啊 是我跟小副叔叔說完以後,他才走的 我,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到底跟小副叔叔說了些什麼 我 姐,丁大哥在電話裡告訴我說,丁波波被餵虎騙了五千萬,他們家要破產了 姐姐,這種事情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是你自己不肯接丁大哥的電話啊 你把施勇家的事情告訴小副叔叔啦 嗯,小副叔叔說,他要去幫丁大哥和他們家解決問題 哎,憑武力能解決什麼問題 不能喝就不要喝那麼多嘛,怎麼可以躺在馬路上呢? 下次你不想活的時候,要躺到別的地方去躺 不要躺在我的車前啊 我還沒有逃老婆,還沒有生小孩啊 哦,你想害我啊 哎,起來了,起來了 小胡斗 小胡斗 你怎麼了 對了 你告訴阿朗 我跟他一樣 是一條打不死的硬漢 阿朗,你...你怎麼了? 我...我也不知道 阿朗 突然感覺到有症投影 你一定是太累了 沒有關係 我會再下一個給你 這一天你都沒有睡好 我看你還是先回去休息吧 不要,我要陪你 阿朗,你這種現象 是不是車禍以後才發生的 蘇莉 我說過 那只是小車禍 我已經康復了 那就不應該會這樣 一定是撞得很嚴重 你故意拼我是小車禍 一華,才幾天不見 你就不認識我了 你怎麼也不先打個電話來 上次我打電話來 講不到三句話 你就把電話給掛了 今晚上我剛好沒輪夜班 所以我想直接過來 比較好一點 坐啊 一華,你這兩天到底在忙什麼 連公司也沒去 我想要今晚上才找不到你 我只有拜託八號分期找你了 好了啦 別把事情說得那麼嚴重好不好 我們交往那麼多年 你的生活起居一直很有規律 你現在那麼一亂 我當然急了 一華,你到底在忙什麼 我說了你可不能罵我 好,你說 我那天開車 不小心撞到個人 我不是叫你少開車嗎 你答應過我不罵我 好好好,不罵 你去說 有一個小孩突然衝到馬路上 那個人為了救那個小孩 才被我撞傷的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你可以送他到我們醫院來啊 我就是怕你罵我嘛 事情過去就算了 以後不要再提他 事情還沒有完了 怎麼說 被我撞傷的那個人 不但沒有完全康復 而且還有一點腦震盪的現象 我早起晚歸忙得上班的時候 我常想到 如果我能生病 住院那該有多好 我可以躺在病床上 安靜地睡覺 愛睡多久 就睡多久 可是 事實而想像中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我 我現在恨不得趕快離開這裡 你 蘇伊 有我陪著你 不要急嘛 我希望你先把病養好 再回家 你只顧著我 可是 我現在擔心的是你 你在這樣瞎操心啊 過兩年了 你就跟我媽一樣了 那兩年後 我變成黃臉婆 你就不要我了 到那個時候 我就會更專心地喜歡你 為什麼要等到那個時候 因為 因為再也沒有別人跟我競爭啊 我沒有看見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大嫂 我本來很早就收班要來看你了 可是 阿朗 我剛才救了小富豆一命耶 小富怎麼了 小富豆說 家榮他男朋友的爸爸 被大虎假裝說要做生意 騙走了五千萬的貨啊 連家的人拿大虎沒辦法 小富豆就出面去找大虎 結果啊 差點被他們打死 小富豆 阿朗 你是不是想擦手管這件事 我 當然我能管 可是 我現在不能管 對啦 阿朗 你現在身體還沒有康護 你在去找大虎他們鬧 萬一你有什麼三場兩端 對 我說的都是真的嘛 蔡小姐說 你有腦震盪耶 你又胡說了 蘇姨 沒有這回事 我好得很啊 蘇姨 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好 那你要聽我的話 現在就跟德回去休息 你先去找去 快點 走 怎麼都是空空的? 點點吃的東西都沒有 哇! 哇! 泡個牛奶喝也不錯啊! 這什麼東西啊? 錢耶! 啊! 但我還騙我說他沒有錢 你真的要睡啊? 我是有一點累了 來啦!泡一屋茶嘛!來來來來! 喝杯茶嘛!睡那麼早幹什麼? 啊! 啊! 你們兩個少爺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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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走啊! 我決心不走了!怎麼樣? 你們肚子餓不啊? 我出去買點心回來給你們吃 你怎麼會買啊? 我啊,錢多的是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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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 你哪來那麼多錢啊? 你怎麼這麼聰明啊? 阿朗啊,你不是說我是天才嗎? 你看他比我更天才啊! 你們兩個慢慢去比天才好了,不要休息了! 阿朗 妈妈 我要走 我把冰冰交给你 拜托你照顾她 妈妈 你要去哪里 乖乖宝 妈妈要离开你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妈妈才不会回来 不要不要 我要想妈妈 妈妈也会想你 但是 妈妈必须离开你 冰冰 以后当你想妈妈的时候 你可以大声地叫妈妈 妈妈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我不要嘛 不要妈妈留在我身边 妈妈也不想走 可是 只是没有办法 乖乖 你会好起来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阿拉拉 冰冰是我心中唯一的情况 你要答应我 找不到 闪待她 叔叔 你放心 我爱冰冰 生个我自己的生命 那我就可以安心地走 你算走 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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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彬彬,快去上課 阿老師叔,等我放學 阿老師,你再來接我去醫院看媽媽 好 阿老師叔,再見 再見 彬彬,你媽媽的病好點沒有啊 還沒有,媽媽還在醫院 彬彬是個很孝順的乖寶寶 快進去上課吧 阿老師,對不起,我知道了 彬彬,你沒有來上課 好多好多小朋友,不想念你 乖,我們來上課 阿朗,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阿朗,上次我托蔡小姐替我出資 謝謝院長 阿朗,應該是我向你謝謝 什麼事 你在蔡小姐車子前面救的那個小朋友 就是我們這兒的小朋友 阿朗,我應該怎麼樣感激你才好 阿朗,千萬不要這麼說 這算不點什麼 阿朗,你做了好事,我應該誇獎你 不過,你如果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 我應該精準你 院長,我做錯了什麼事 阿朗,以後彬彬上學 你不要再接受 讓她跟別的小朋友一塊兒做校車吧 阿朗,我不反對你陳彬彬 可是不要讓她在心裡邊感覺到 她跟別的小孩不一樣 我希望她跟別的小孩玩在一起 能夠正常地成長 這樣才能夠培養她最立的精神 我知道,謝謝院長 彬彬她媽媽的病好點沒有 阿朗,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謝謝院長的關係 我,我會記得院長的話 我會選擇最正確的方式來教導彬彬彬 彬彬的媽媽也會感激院長 請進 趙先生 蘇雲 我實在應該先通知你一聲 可是 如果你覺得不妥當的話 我現在就走 趙先生 請坐 謝謝 蘇雲 我本來考慮 該不該來看你 可是我舅舅吩咐我 一定要代替她 來看看你的病況 蔡先生那麼忙 實在不好意思 是啊,昨天突然來了兩個外國客戶 我舅舅實在分不開心 麻煩你回去轉告蔡先生 說我的病已經好多了 請她安心的忙她的生意吧 趙先生,你最近還好吧 好 蘇雲,阿郎怎麼沒在這陪你 她待會兒就回來了 趙先生,你要找阿郎嗎 我... 蘇雲,你知道阿郎是否最近有困難 需要錢用 阿郎他沒有對我說 趙先生,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阿郎昨天打電話給我舅舅 說有鑰匙要談 可是我舅舅臨時有鑰匙 就叫我跟阿郎去見面 見面後,阿郎什麼也沒說 蘇雲 這是一百萬支票 你轉交給阿郎好不好 趙先生,我不能收 可是...如果阿郎需要用錢呢 趙先生,阿郎不會收這筆錢的 請你收起來吧 蘇雲 祝你早日康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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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雲 今天覺得好一點吧 奇子好點,我已經完全好了 不要逞強,多煮幾天醫院了 花不了多少錢 你都真正把身體養好才可以 阿郎,你最近缺錢嗎 书尹,你怎么会想到问我这个问题 刚才赵先生有来过 我在走廊见到他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们只是互相打了个招呼 书尹,难道赵伟公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他代替蔡先生赴你的约会 他觉得你很急着要用钱 阿老,你要钱做什么 书尹,我不切钱 可是赵先生说 他自己说的,那是他的想法 并不是事实 我叶蔡先生的目的,是要谢谢他 他送你到医院来 你安心的养病 不要为这些不相看的事情还 阿老,你去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 当然好啊 帮我办出院手续 那怎么行,你的病 我的病已经没有问题了 早上郑大夫说过,我可以出院了 真的那么快就可以出院吗 阿老 让我回家吧 只有回家 我才感觉到心里踏实 好不好嘛 阿老 不要回家 好吧 绝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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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吧 绝尹 绝尹 奇怪, 她會去哪裡? 她會不會跟我們錯過, 去醫院看你?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不要管她喔 我不想再睡了, 睡了腰好痠 蘇瑛, 現在晚上叫進一大餐廳, 幫你把唱歌的工作失掉 明天, 我再去打輸行, 幫你出資 你不讓我上班啊 我不准你太勞累 可是, 我的生活 我們結婚以後, 我就是一家之主啦 家裡全部的開銷, 全部由我一個人負責 你主要在家裡照顧病病就好了 阿朗,我希望在我們結婚之前 我還是要繼續工作 媽呀,我們儘快結婚 你恐怕沒有機會再工作了 阿朗,家是我們兩個共有的 我不願意把所有的重貸 加在你一個人的肩上 趁著我們還年輕 我還可以工作啊 好吧,那你只能做一樣,出去寫 阿朗,再給我一點時間考慮,好不好 你要寫哪一個工作,你自己做主 但是,結婚人初期,要由我媽做主喔 老興啊,你到底看好了沒有嗎 有了,就是這一天 不行啊 唉唷,不行啦老婷 這要到國裡七夜去了,太晚啦 阿雲,我知道你心裡很急 可是事實上,結婚這件事是急不得的 這最少阿朗跟宋雲總要先有個房子吧 對面那個胡先生那棟房子要賣 大概有三十瓶,他要賣一百六十萬 我跟他談過了,他要賣給阿朗五年分期付款 唉唷,那些樣子太老了 唉唷,可以去翻新哪 那冰箱洗一洗,我來送 不用啦,我已經問好了,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 照你这么说 阿郎跟素云 明天就可以结婚咯 哎呀 你响得太快了 我看 你看这天怎么样 这时间还差不多 下下礼拜六 伯母 真的定在下下礼拜六啊 是啊 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 那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就不要再选了 只要你一点头啊 我马上去找人应喜帖啊 思雨 你不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啊 可是 我真的很希望 我父亲能赶回来 主持我跟阿郎的婚礼 你父亲 他妈妈带了我父亲 以前寄回来的信 我相信 在这两个月之内 我可以联络到我父亲 两个月 伯母 两个月也不算很长的时间 我想 等我父亲从国外回来之后 再决定一切 伯母 这是我妈 她临死之前交代我的心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